驾 驾 每年夏天 爹和鸟 就会带我来这里玩水 捉鱼 也就是在这里 我遇到了玄虎师父 这么多年没来这儿 还是觉得很惊奇 好像所有的事情 都在眼前一眼 为师收你为徒 教你武功的事 绝不能对任何人说起 包括你爹你娘 都不能说 为什么 这个吧 我现在告诉你 你也不懂 以后就明白了 那好 我现在谁都不说 好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现在想起来 玄虎大师受我为徒 确实是早有案子 莫非真如智光大师所说 是由那个带头大哥 和恩师所通 见到爹娘 什么都清楚了 驾 驾 还要回来看你们啦 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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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是谁如此凶财 连你们这样老实的庄家人也不放过 一定是傅儿连累了你们 爹 爹 爹 乔丰 虽然我们都知道 乔三怀夫妻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但是你比禽兽更凶残 大师 乔丰才刚到家 便看到父母被害 正打算查明凶手是谁给父母报仇 大师一行人等就出现了 十多年的养育之情啊 这份恩情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啊 乔丰没有忘记他们的养育之恩 大师你何处此言 乔丰 你表面上说得好听 实际上你骨子里全都是狼心狗肺 你亲手不如 你 你怎么能忍心杀死你的养父养母呢 你还在狡辩 乔丰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乔丰大师给乔丰一点时间 查明到底是谁杀了我爹娘 你先杀死了马夫帮主 又杀死了乔三怀夫妻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免去 你不是汉人的事实吗 大师一行几人 紧随乔丰而来 显然是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 不知道报信者是何人 他为何知道我爹娘可能会遇害 莫非你还真要杀人灭口 事情太过巧合了 乔丰恐怕大师遭人利用 乔丰 老纳信不过你 如果你真问心无愧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随我回少林寺认罪服法 老纳可以网开一面 大师 我自己的爹娘 我怎么可能出手杀了他们 你不分青红皂白地诬陷我 还逼我认罪服法 这说得通吗 你 如此冥顽不灵 那老纳对你就不客气了 去吧 今天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 那乔丰多醉了 难道你真要杀人灭口吗 乔峰要真想杀你们 早就动手了 岂有你开口说话的余地 乔峰只是不想误会越来越深 得罪了 乔峰 难道你连你的养父养母的尸体 你都不放过吗 你也太狠毒了 爹 娘 孩儿不孝 让你们惨遭毒手 孩儿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你们 你们就离孩儿而去 孩儿发誓此等神仇大恨 孩儿一定会报 爹 娘 你们走好 不想孩儿交锋 给你们磕头了 祖父 不好 这里与少林寺这么近 凶手若遭有预谋 那么玄虎大事 也会有危险 今天去打柴花了这么多功夫 我们得赶快回去才是啊 是 是 是 走 小师父 请留步 阿弥陀佛 小僧有礼了 请问女施主有何吩咐 小师父 不知道少林寺 最近有没有发生过恶斗 佛门圣地 怎么会有恶斗发生呢 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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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过什么呀 没有发生过恶斗 不是很好吗 对了 孤苏慕容父 有没有来过你们少林寺 对不起 小僧只是看守经书的弟子 不知道孤苏慕容究竟来过没有 还望女施主见谅 你们有谁见过慕容公子吗 不知道啊 没听说 有事你就问他吧 对啊 我们还要回去做饭呢 快走吧 小师父 你带我进去总行了吧 不行不行 我今天就是来砍柴的 师父知道我随便带人进去 会责罚我的 我问你 你说不知道 我要你带我进去 你又不肯 你怎么这么不通人情 亏你还是藏经阁的弟子 书都白读了 小僧只是菩提院的弟子 菩提院只有一本经书 以小僧的资历 目前只是擦擦书架 晒晒经文 一本经书 哪本经书这么重要 该不会是义经经吧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小师父 你别太紧张了 我只是瞎猜的 这就好 这就好 女施主 你 你看什么 没什么 你的鼻子塌了一点 眼睛也太小了 我师父说过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应存感恩之心 孝僧告辞了 告辞了 小师父 慢走啊 我师父 慢走啊 我师父 慢走啊 这伤子这么重 为何不 一点小伤 不碍事的 何苦啊 有伤就得医啊 方丈师兄 师弟我 受戒指 先师为我命名玄苦 这愿增慧的苦 愿是人生必有之境 肃阴所重 应当有此夜报 玄苦师弟啊 我真是搞不明白 你这是要隐瞒什么呀 你也知道 玄被师弟数月前 命丧奸人之手 凶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而如今 这种凶案事件 又发生到你的身上 玄苦师弟啊 你是见过凶犯的 师兄希望你能够将 凶犯的相貌描绘出来 将大绳之以法 还我少林和你自己 一个公道啊 这件事要是往大处上说 不处此凶犯 武林必定会掀起一场 大的波澜哪 所以我希望你 方丈师兄啊 我是不愿意 众师兄弟 再为我操心 更赠我的业障 此人若是放下土豆 自然回头是安 倘若执迷不悟 也是突然自苦啊 玄苦我 心意已决 师兄不必再劝我了 阿弥陀佛 这道显得我太过于执着了 玄苦已欲静坐片刻 莫想忏悔 好吧 师弟 你就安心养伤吧 原客到来 为何还不出来相见呢 师父安好 弟子 叩见师父 是 风儿吗 是啊 是风儿 弟子平时 冒于改邦事务 少有师父 多劳师父挂念 时光如所 我们师徒俩 师多年未见了 来 让为师看看清楚 你辩了没有 是你 真的是你 师父 你这是怎么了 是师父调教出来的好风儿 是 师父 弟子就是 师父的徒弟 乔峰 好 好 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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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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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看到风儿 就惊吓而死 这是为什么 师父 你怎么二人 小婷 李 原来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新闻 喝个酒 我们下午 在佬 在佬 来我们下午 鱼 没什么 师父突然冤击 想必事出有因 无论此刻一走了之 岂是大丈夫的行情 既然之时 总有万般凶险 我也当差个水落事出 玄虎大师 冤极了 阿弥陀佛 乔峰 你杀死了自己的养父养母 今天你又来杀死了你师父 我师父怎么可能是我杀的呢 那请问施主 为何夜闯我少林 又为何独自见到 玄虎师弟元祭呢 方丈 玄虎大师 是我的寿野恩师 在下的养父养母 惨遭毒手 埋葬二老之后 在下便担心 师父也可能遭人毒手 所以才夜闯少林 来看师父 没想到 刚刚见面 师父便远寄了 玄虎师弟是在前日遭人投袭 胸口 被重 被重重地击了一掌 肋骨断裂 五脏破碎 他凭着他高深的武功 一直坚持到今天 我们曾三番五次地问他凶手是谁 他都说不知道 甚至闭口不谈凶手的向往 原来 在我来之前 师父已经遭人毒手 身受重伤了 可贵死门禁思业 不知凶手 是如何闯进来的 你 是在嘲笑我们少林寺吗 乘风 你闯入我们少林寺 我们丝毫没有察觉 而那逆贼 也来去自如 又如无人之间 这会让人作何彩虾 在下 因情势紧迫 来不及同报求见 才夜闯少林 多有得罪 请各位大师见谅 请各位大师 弟子和少林 渊源极深 绝不敢有丝毫 清狐冒犯之意 是你 是他 是他把师父打伤的 你说什么 方证 清聪 你不要怕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一张打在师父的胸口前 我在窗口看到他 就是他 错不了 绝对就是他 清松 你要看清楚 不能认错人哪 我看得清清楚楚楚 就是这身衣服 这副相貌 连脸型都一模一样 错不了 绝对错不了 好啊 今天 你是自投罗网 插池难飞 来人呢 给我拿下 是是 请问 方证 刚刚师父缘几前 看着我的眼神怪异 现在乔峰终于明白了 一定是凶手 大半成我的样子行凶的 乔施主 你现在虽不再是丐帮帮主 但在武林中 你也算是一号人物 今日驾临必赐 杀害我玄苦师弟 目的何在 还望指教 方证 师父 既日已遭奸人所害 既因弟子而起 弟子本应该一死 以泄恩事 恕不足惜 但弟子一死 朕兄便会逍遥法外 弟子又犯少人尊严 恳请师父恕罪 你算不算经历 你要自己 老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 师兄 这菩提院里也没有多少经书啊 有什么经书这么重要 师父叫咱们来看守 还说 还说什么防敌人偷盗 这是菩提院的秘密 你别断 恐怕你也未必知道吧 我会不知道 一梦如是 是 什么叫一梦如是 执青师弟 你平时从来不会多嘴多舍 怎么今天去问个不停 你要想知道这菩提院的秘密 回去问问你自己的师父去 噢 哼 这是 unsafe 你也不真是 不是 你的人义 因为你不少 我不是 你不再自私 呃 是 我不是 啊 啊 我不是 你拒手 你不看 我不是 是 芷云 什么人 小心 好一招飞龙在天哪 此贼的武功当真天下无数 阿弥陀佛 拜见方长 你们怎么会被点住穴道 我们 芷青 你为什么暗算同门师兄弟 我没有暗算你们啊 当着这么多师兄弟的面 你还敢抵赖 方长 就是芷青点住了我们的穴道 还偷走了葡萄院的经书 只占可以作证 就是芷青 我们都可以作证 你们都看清楚了 却是芷青无疑 方长 我们和芷青无冤无仇 怎么会诬陷她呢 方长 方长 我没有 我真没有啊 此事啊 定有别情啊 方才芷青一直在我身边 并未离开 我什么完结 你可能绑不开 你们全都可以 太多了 你必须要得到 这些人 odel 漩佛 你怎么的 大验 怎么办 这都是 闲瞎人等回归本院休息 有直死者照常奉行 是 方丈 二位师弟 你们两个陪我留下 是 你现在安全了 以后别再做坏事了 你怎么了 小和尚 小和尚 你醒醒 水 你是女的 水 水 你要水是不是 小和尚 你现在可以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了吧 乔 乔 乔帮主 你果然是女人 你认识乔梦 你 阿珠姑娘 乔帮主 你怎么 怎么样 阿珠姑娘 阿珠姑娘 你醒醒 阿珠姑娘 醒醒 阿珠姑娘 谭大夫 阿珠姑娘的伤如何 她的五脏六腑受到重创 经脉已经开始凌乱了 我看你 还是提早为她准备后事吧 大夫 你一定要尽力救她 不管多少银粮我都愿意给你 不是钱的问题 以我的本事肯定是救不了她的 普天之下 恐怕除了薛神医 再也没有人能救得了这位姑娘了 薛神医 是不是江湖上的人称之为阎王敌的 薛姆华薛神医 当然了 除了她 谁还配称之为神医啊 千万在下到哪里才能找到薛神医 她形式怪异 行踪不定 要找到她 恐怕比登天还难哪 就算走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试一试 就算你找到她 恐怕这位姑娘也没得救了 我劝你啊 不要徒劳无功了 还趁这位姑娘还健在的时候 替她完成一些未了的心愿 这也算是你尽了最大的心意了 阿珠姑娘 您醒了 阿珠姑娘 您醒了 阿珠姑娘 我一定会帮你把那个薛神医找来 刚才大夫说了 他说一定把你的伤之好 一定把你的伤之好 阿珠姑娘 阿珠姑娘 您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把那个薛神医找来 把你的伤之好 阿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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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把我从少林寺那些和尚手中带出来 我已经很高兴了 你千万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你千万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对吗 不错 在我见到你之前 有人乔装成我的模样 杀害了我的兽影恩师 玄苦大师 当我知道你会易容时 我便疑心是你嫁害于我 但我转念一想 以你的武功 师父安曼伤不了我师父的 多谢小帮主信任阿珠 阿珠姑娘 走啊 穷涌一路 阿珠 区莫 喬05 你也别叫我什么姑娘 直接叫我阿珠就是了 嗯 阿珠姑娘 你别再说话了 好好养伤 乔大哥 阿珠一生的 都没有什么归宿感 我可不想死在这个屋子里 你能不能带我出去 找一个有天有云的地方 让我再看一看 这美好的世界 阿珠就死而无憾了 你放心 我答应你 来 交付王欠你一份情 你是使性子里的 我为你说了话 正是此事 没什么 我只是就事论事 我只能是一生一世这样就好了 阿珠 你不要多想 你的伤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乔大哥 你不用安慰我 我心里明白的 我只是燕子物的一个小丫头 能有你这样的大英雄陪着我 我真的已经别无所求 乔峰绅士不眠了 又背负着几宗血癌 你却不嫌弃我 愿意让我配在你身边 其实我心里 真的有说不出的感情 乔大哥 乔大哥 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丫头 你也都愿意 全心全意地照顾我 可见 你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好人 何况 你是汉人还是辽人 都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乔大哥 你无需执着在这一点上 其实阿珠一直到现在 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到底如何 究竟谁是我的父母 我还有多少亲人在这个世上 阿珠对自己的身世 完全一无所知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只留给我了半片金锁 他们只留给我了半片金锁 我相信 他们有说不出的苦衷 否则谁愿意骨肉分裂 都是我不好 构起了你的伤心事 我日后 一定会帮你留意 另外半片锁片的 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只盼着他们 盼着你 能过得开心 过得幸福 适合吧 去老爹 水 我more山的舍 你决定的舍 我还是出于心碑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 entre 夜快吗 我来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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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噩梦 我好害怕 我以为你扔下我不管了 乔大哥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在我死之前 你都不要扔下我不管 阿珠姑娘 你放心 我不会扔下你的 也不会让你死 你说的 我一定能做到 当然 你放心 乔大哥无论如何都不会弃你而去的 你撑着点 我会想尽办法找到薛神医治好你的伤 你还这么年轻 一定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很多心愿没有完成 都会想尽管 我回到此 我跟人家有相忽 你都没安排 你还要肉 我会做到 你没想过 我也要不可以 长生 我本来 小鸟 我不想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是汤娘就把家中仅有的六只母鸡和鸡蛋 摆了四千银子去寝带 我求求你了 你求求她吧 我求求你了 走开 你这个臭小子 我打你 快出去 别再再敢打我 放 放 凤儿 跪去 凤儿 孩子 你没事吧 那大夫实在太渴望了 见子不救不舍 还看不起穷人 那后来呢 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孩子他娘 心疼这个孩子 见老大夫不肯相救 便带着孩子出了老大夫家 快走啊 凤儿 凤儿 你去哪儿啊 快回来 凤儿 这把刀哪里来的呀 这把刀是别人给的 好 这把刀至少值两钱银子 谁会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 孩子 你偷拿了钱 娘不怪你 把剩下的钱还给娘好吗 娘 你误会了 我没有用银子去买这把刀 我根本就没有拿你的银子 凤儿 凤儿 快 那四千银子 肯定是在拉拉扯手的时候掉了 孩子他娘真的是冤枉了那个孩子 不过 他没有因此打他 骂他 这足以证明 孩子他娘很宠爱他的 对 他爹娘一直都很宠他 爱他 他掏那把刀 原本是想杀那个狠心的大夫 出出气 可迟迟不忍心 直到他被冤枉之后 他再也忍不住了 趁着夜色拿着那把刀 从狗洞偷偷进了大夫家里 把熟睡的大夫一斗四死 他还这么小 就敢去杀一个成人 对 因为他最受不了被人冤枉的死亡 那后来呢 那个孩子被抓了吗 没有 那个孩子 又从狗洞里钻出去 冠府找不到任何证据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那个孩子之后 再也没有提醒过这件事 因为害他被冤枉的人 已经被他杀了 永远 Flowers ury 坏 值 语